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最近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又再出招了 當他談及到香港問題的時候 就以二戰時候的納粹德國 和目前的共產中國作出了比較 就說兩者是有相似之處 其實這篇訪問是由一家美國媒體 The Daily Caller 他們的記者打電話給蓬佩奧進行 傳聞登錄在美國國務院網站 大家都可以參與一下 他們首先以D-Day76週年作為設定點 然後談及到中國和香港的議題 記者首先問蓬佩奧 D-Day發生的原因 就是因為德國入侵佔領了法國 他用這個字是用CIS 是比較負面的詞彙 那個記者就說 中國現在剛剛佔領了香港 到底 德國入侵法國 以及中國持續對香港的所作所為 兩者有沒有一些什麼相似之處呢? 蓬佩奧就回答他了 說美國永遠都會謹記 當他們陷入衝突的時候 已經沒有其他選擇可以保護自由 而美國就作為最後一根稻草 當然中國共產黨在和英國簽訂條約中 所作出的承諾 在中共拒絕香港人應許的自由的時候 已經被打破了 這一個行為 確實是和當年德國打破承諾 向法國和其他歐洲的國家推進 是類似的 他就是以二戰時候的納粹德國 來和中國作出類比 實情這段非常精彩的答德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在這段短短的文字當中 不僅僅批駁中共 同時之間 也在抽幾個歐洲國家的水 首先第一個就是德國 這段文字擺明就是暗寸德國 說他當年的納粹德國 希特拉本身答應了 侵略某個地方以後就會停 誰知道他就違反承諾 後來就演變成為二戰 第二個抽水就是抽英國 為什麼當年的首相張伯倫這麼愚蠢 搞一套叫做衰靜政策 APISMENT POLICY 又稱為孤式主義 去對付希特拉呢? 為什麼這麼愚蠢以為 希特拉會侵略某個地方之後 吃飽了肚子就會感到滿足呢? 人的慾望就是無窮無盡的 當一個人剛剛填飽了肚子的時候 他當然是不會再吃 再吃就會肚痛 但是當他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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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了的胃口 他就要吃更多的東西 故此其實蓬佩奧在這裡提醒 英國是不能夠再重度覆設 不要再想著用當年張伯倫這一套的衰靜政策 如果他對於中共採取這個孤式主義的話 最終受害的都是人來英國的 他似不台詞就是這樣 好了 第三個寸是誰呢? 就是寸法國 法國首相馬克龍去跟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通話的時候 還說到尊重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跟美國總統特朗普打對台 因為特朗普說一國一制 你又說一國兩制 都不要緊了 特朗普說要退出世衛組織 你呢? 法國就說世衛組織在這個抗疫裡 是扮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喂! 這立場上兩次跟美國打對台 故此蓬佩奧其實也在提醒法國 你千萬不要忘記大約在80年前 都是飽受著不守承諾和不守信用之苦 因為當年希特拉答應過不會侵略法國 後來發展成什麼大家都知道 但是來到今時今日 中共在不守《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的時候 你竟然間 就跟中共似乎站在一起 故此 蓬佩奧在這短短幾句說話當中 當然面那一陣就是在抽中中共 底那一陣 其實也是有說話有信息 向英國法國和德國說的 所以就真的不得不佩服 這些就是大國政治家 他們那些說話的風範 然後那個記者再問蓬佩奧 在D-Day那天 美國登陸諾曼帝去恢復西方文明 到底美國會採取什麼行動去恢復香港民主呢 蓬佩奧就回答 他們明確表示 期望中國要改變他的路線 將香港回復到自由的狀態 以及向香港人民兌現他們曾經作出的承諾 但是如果中共仍然是要強推國安法 或者是推遲甚至取消今年的九月選舉的話 這樣特朗普總統就會應用在上星期 五百公記者會之上所提出過的選項 那就是可能會制裁某些侵害香港自治的官員 或者就是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地位 就會有一些細節出台了 相信是這樣 好了第三個問題的記者就問了 由於現代戰爭的性質 很難都會再看到類似D-Day的情形發生 到底你認為 今天的D-Day會是什麼呢 前線在哪裡呢 會作出什麼鬥爭呢 那蓬佩奧就回答他 毫無疑問 科技的發展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的參與方式 就算在過去十五年當中 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多互聯網活動 包括國家的行為 或者非國家的行為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太空上 軍事化的程度 是不斷地提高 可以為世界各地的軍事人員 提供詳細的地面圖像 隨著時間的變化 軍事上也作出了變化 但是千萬不要誤會 軍事工具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你就會看到 每一個國家仍然是繼續建立他們的常規武器系統 以應付可能發生的衝突 其實蓬佩奧這一段 就是講究竟熱戰發生的機會有多少 實情熱戰不是沒有發生的 只不過 就不是好像以往這樣的情形來發生 就變成在網絡上上演 變成在太空科技上的軍事競賽 尤其是他在說網絡上的國家級黑客攻擊 這件事大家都聽聞不少 所以現在就變成在網絡戰爭 變成在太空的軍備競賽 更甚於在地面戰 或者是傳統形式的戰爭 所以其實他已經是回答這些 不過他語音剛落 這個美軍C-40運輸機 就在今天飛越了台灣的上空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種對中國施壓和抗議的方式 因為一般美軍的軍機 最多就是在台灣外海的地區巡航 甚少就是飛越台灣的上空 今天就被人發現到 這架C-40A運輸機 就從日本沖繩的喇叭港起飛 首先飛越了台灣北部的基隆港上空 然後沿著台灣西邊的海岸飛行 穿過了新北、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嘉義 一直到台南才從外海離開 即是說穿越了很多個縣市 這次當然是不尋常 對華示威的意味非常強烈 實情在6月4日當日 美軍第七艦隊的驅逐艦羅蘇浩 再次穿越了台灣海峽 就是今年以來的第七次 擺明就是要在你家門口走來走去走去走去 那你中國人能夠怎樣反制得到他呢? 今天終於老解的空軍就出手了 亮劍了 那他們怎樣呢? 原來老解就出動了多架次的蘇30戰機 今早上午的時候 短暫進入了台灣西南部的空域 這樣國軍就馬上採取回應了 就派出了掛載中程空對空導彈的F-16戰機 從嘉義空軍基地起飛 就走去積極地驅趕這班老解空軍 終於很快這班人都離開了 就成功維護得到這個空域的安全 實情老解這個回應 擺明就是看著這個C-40運輸機 飛越台灣上空而作出 故此雙方的燒煙味都濃烈了很多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都不認為很快就會發生熱戰 為什麼呢? 正如蓬佩奧所說 基本上鬥爭在其他範圍上 其他範疇上已經在作出 比如說蓬佩奧自己提到 互聯網攻防戰和太空軍備競賽 其實美國經歷了過去冷戰的時期 已經有很多手段來應付 如果他犯不著 基本上都不會發動熱戰 因為美國實在有太多的選項 其中一樣就是金融戰 比如說 受到制裁的伊朗和朝鮮 大家都看到他們的經濟發展的下場會是怎樣的 當然 目前受到美國經濟制裁的經濟體 其實都不是這麼龐大的 發展的程度也相當有限 也未曾試過制裁一個已發展的國家 當然中國就說自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但是 官乎他的發展規模 其實都可以稱之為一個已發展國家 大家看看他的發展規模 比起很多歐洲國家都為之龐大的 如果中國都說自己發展中 有很多歐洲的已發展國家都要回到發展中 美國這個經濟制裁的手段 暫時未曾真正發揮它的效力 至少在金融系統 銀行系統 完全未實施過相關措施 是針對中國的 到底將來會不會用到這些手段 大家拭目以待 但是當這些選項都未使用到的時候 更加不會一下子上升到熱戰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